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农历10月初八 加拿大新闻 1.加拿大留学生工作限制临时措施即将结束 自2022年11月起 符合条件的高等教育学生 被允许每周在校外工作超过20小时 这一临时政策将在2023年12月31日结束 2.多伦多地铁全线覆盖5G信号ROGERS通信公司宣布 从11月17日起 其5G无线服务已扩展至多伦多公交局TDC的所有地铁站及其往事延伸段 3.呼吁免除加拿大紧急企业贷款 超过14000名公民在线上请愿 请求联邦政府免除紧急企业贷款CEBV的还款 因许多小企业难以在截止日期前归还 4.多伦多市政厅彩灯节即将举行 多伦多市政厅及其前方的内森菲利普斯广场 将在本月亮起超过30万盏灯光 庆祝第57届灯光游行 5.安大略省巴拉小镇秋季理想游览地 加拿大BLOCKTO报道 安大略省的巴拉小镇以其湖畔风光著称 四季皆美 由以秋天五彩斑斓的背景下的秋叶变化最为迷人 中国新闻 1.中央气象台预警寒潮 预计21日至24日 寒潮将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 内蒙古 东北 华北等地区局部地区降温可能超过16摄氏度 2.31省份平均工资公布 18个非私营单位的省份年均工资超过10万元 上海和北京领先均超20万元 3.中国初婚人数下降 去年初婚人数首次低于1100万 较2013年最高峰下降55.9% 4.多家银行下调存款利率 近期中小银行再次下调存款利率 为去年9月以来的第三轮调整 趋势仍向下 5.颇阳湖水位下降 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水位持续下降 目前已不足1000平方公里 预计短期内江西境内降雨偏少 水位将持续下降 6.提醒新型电话手表诈骗 近日有人捡到价值300元的电话手表兑换卡 警方提醒为新型诈骗手段建议直接销毁 7.江西南风居民危防倒塌 一栋七层居民楼发生倒塌 索性无人居住 无人员伤亡 郑州铁路通报网传火车着火事件 实为冷藏集装箱着火 无伤亡 8.四川眉山发现苏东坡家族墓地 重大考古发现确认了苏氏孙子增孙的目的 9.阿里巴巴裁员传闻遭辟谣 阿里巴巴否认裁员25000人的谣言 以报警处理 马云办公室表示将长期持有阿里股票 10.天州7号货运飞船运达发射场 预计明年初发射 中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航天合作 11.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代表团访华 外交部宣布将于11月20日至21日访问 旨在降低巴以冲突 国际新闻 1.缅甸国港地区冲突预警 民族民主同盟军通告国港老街战斗即将爆发 要求外籍人员撤离 云南林仓对缅甸国港停电通知 不影响中国居民 2.乌克兰飞行员叛逃俄罗斯 俄媒报道 一名乌克兰军飞行员已叛逃至俄罗斯 俄总统普京将参加G20线上会议 3.拿破仑帽子拍卖 法国媒体报道 拿破仑曾戴过的黑战帽将被拍卖 有近200年历史 起拍价预估超50万欧元 法国成功试射M513战略弹道导弹 4.智利总统府外抗议行动 数百双儿童鞋摆放在智利总统府前 抗议以色列在加杀的行为 野门胡塞武装警告以色列 将悬挂以国旗的船只视为攻击目标 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 1.面对美国经济有望软着路的前景 华尔街的策略是买更多股票 将引发新一波的股票需求 由于现在标普500指数 距离历史新高收盘价还有6% 使多头人士看好标普500指数 将在年底前再创新高 美国上周公布 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升幅低于预估 美股便开始走高 许多分析师与投资组和经理人 预期美股牛市将冲到年底 因公债殖利率上升 可能导致股市下跌的疑虑已经消退 标普500指数上周进涨2.2% 至4514.02点 缔造去年6月以来的最大连三周涨幅 技术面显示目前只剩4520点关卡 攻克后将能轻易冲破7月底时的 今年来盘中最高价4607点 迈向去年1月攀底的收盘价记录 4796.56点 本周投资人将聚焦于联准会 Fed 11月会议记录 市场目前认为 今年内不会再升息 许多投资机构 现在预期经济已经够凉 足以使Fed明年开始降息 且不致出现消费支出拒减 及就业大幅萎缩的情况 这将是购买股票的最适条件 景顺投信资深经理人龙基斯表示 美国经济正处于迷你型的金发姑娘 不冷不热版本 软着路即将展开 预料股市将有大行情 诸多信号都令人鼓舞 通膨率持续下降 且标普500指数成分企业上级获利 出现一年来首见的成长 但一些审慎派人士认为 现在谈软着路可能还太早 因为之前11次紧缩周期的经验显示 经济平均在开始升息 约两年之后开始衰退 Fed这次是从去年3月开始升息 二 以八禁半世纪来 死伤最惨重冲突将迎来短暂停火 据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报道 美国领导的三方协议即将做成 促使哈马斯·哈马斯 以释放加萨数十名妇女和儿童人质 换取双方维持五天的暂时性停火 华盛顿邮报引据熟悉 该协议条款的人士说法报道 以色列 哈马斯将在航空监视下 暂停交火五天 除非签订前的最后一刻出现变数 10月7日冲突以来 首次的持续性停火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始 据报道 一份长达6页的详细书面条款 将要求冲突各方冻结战斗行动至少五天 同时每24小时分批释放最初的50人或更多名人质 据信有239名人质仍被关押在加萨 目前尚不清楚将根据该条款获释的实际数量 此次停火 同时被扩大包括燃料在内的人道救援行动 预计将自埃及进入被围困的该地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18日表示 我们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 并一直在努力推动这一进程 但局势仍然不稳定 而后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NSC发言人华森 Audrey N. Watson也在社群媒体X上表示 尚未达成协议 但我们将继续努力达成协议 据阿拉伯国家等的外交官指称 以色列 美国和哈马斯在卡达首都杜哈多瓦 举行的数周会谈中达成了协议大纲 卡达调解员间接代表了哈马斯 但到目前为止 尚不清楚如果条件合适 以色列是否会同意暂时停止对加萨的攻势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班扎蒙·奈特尼尔 最后本月初曾重申该国政府立场说 如果人质没有返回 就不会停火 应该把这个字从字典中彻底删除 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天见